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每一个关节都微微弯曲 弯曲就是放松 放松就是疏通 因此它有疗效 今日17点25分 养生堂为您揭秘 我们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各位观众 也谢谢我们的专家老师 太厉害了 亲爱的朋友们 国庆节快乐 旁边这位是我的师傅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刘天军教授 刘老师您好 大家好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助长寿多多 这一期节目是一期特别节目 主打一个潮字 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些招式 没感觉有什么不同 潮在哪里 这个潮吧 我看你怎么理解这个潮字 也许现在不太潮 但是实际上几千年以前 是个非常潮的 而且现在也越来越潮 我觉得90后 00后 比70后 80后 更接近传统的话 养生导引这个功法 它的动作和体操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呢 它来自于人体的 本能的自发动作 而现在体操是编出来的动作 所以这个起源就有很不同 那么你自然产生的动作 就有一个更加主动的 身筋拔骨 锻炼气筋运行的作用 所以它其实是很潮的 说到这儿 给大家出一道思考题 刘老师问 导引的起源是什么 有四个选项 打哈欠 伸懒腰 还有舞蹈 以及武术 导引也就相当于 中医的养生功法 打哈欠和伸懒腰 都可以算是正确答案 实际上舞蹈和武术 也不能算是错误答案 因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 关于在哪里呢 就是打哈欠和伸懒腰 是人体在某种状态下 它自然做出的动作 而舞蹈和武术 有编的成分 那么实际上这个套路 它也是根据自发动作编的 所以这俩是有关系的 这四个答案都有道理 导引术是一种 以身心病变 内外兼修 调和气血 防病延年为最终目的的 中国传统养生功法 它起源于 人类本能的自我保健 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完善 是我国古代 最具特色的医疗保健方法 刘老师 您练这导引术 多长时间了 从上世纪的 70年代开始 70年代 有40 50年了 40 50年了 您当时怎么接触到的导引术呢 什么缘分呀 我觉得应该和大家一样 当时身体不好 觉得应该找一种办法 去强身健体 当然你可以学很多东西 你比如说 可以去录铁 可以去宝布 但是我是觉得 因为我是个中国人 我是不能学点 中国传统的话的东西 于是选择了一个 终于养生的功法 就这么练起来的 后来也确实 以后导引养生的功法 恢复了健康 所以我就对他 有了一种亲近的情感 所以就这么 正下来了 刘老师今年70多岁 70多岁了 74岁 我一是新中国的同龄人 新中国的同龄人 你看看 你看这状态多好啊 但是刘老师说了 他不是说状态一直这么好的 时间往前倒 40多年前 您说您当时是因为强身健体 然后才学的导引术 当时身体怎么了 是比较瘦弱吗 有什么问题吗 当时因为在北大方待了七八年 然后就因为劳动非常累 就等于身体变了一身病 然后就觉得应该去调养一下 然后就找了一个中医的养生功法练习 我觉得还是很有效 其实刘老师 他是中医文化的传播者 当然自己也是受益者 现在是逃离满天下了 给我们讲一讲 很多的外国朋友也跟你一起学这中医呢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就是我大概从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后期吧 就开始这个出国教学 大概去过二三十个国家吧 也教过很多学生 欧洲的 美洲的 亚洲的 都有很多学生 你看这张照片吧 一个是新加坡的 第一张是新加坡 第二张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 都是去教导演 教了很多学生 还有德国的学生 法国的学生 是荷兰的学生 是 马来西亚很多国家的学生 还有那边对面 这是在哪拍的照片 这是国内的 当然也有很多国外的人 来有的时候 其实传统的工法 有非常明显的特点 它和体育不一样 特点就是 它是三条合一的工法 所以外国人其实很愿意学 这也是一个有益的桥梁了 对 让大家受益 这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中医 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那说到有魅力 而且有疗效 那您肯定是有切身体会的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学呢 你要是想喜欢的 你肯定得先受益 你看那个 在我教的学生里边 有各种各样的病患 慢性的疾病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这些都有 也有绝症 比如癌症什么的也有 然后通过练功以后 都有明显的改善 你比如我认识一个 那个白血病的病人 他就一直就是练功 练了两年半 但是每天练 四到六个小时 你真得下功才行 然后有个癌症患者 他是每天坚持练功 五年 五年 一天没断过 他什么癌症 五线癌 就这样的人是很多 就中医养生功法吧 我觉得可以负责任地说 只要你真下功夫练习 绝大部分慢性病 都可以有效地缓解 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刘老 就这么珍贵的东西 会带到养生堂 尤其是作为国庆期间的 一个养生大礼 送给我们全国的中老年朋友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学会 好不好 那真的 中医很时尚 真的很潮牌 接下来看一下大屏幕 三条合一 这个三条合一什么意思呢 三条就是调身 调膝 调心 调身呢 就是调节身体的姿势动作 调膝 就是调节呼吸的深浅和快慢 调心 就是调节自己的情绪和思维 那么这个三条呢 是人能够自主调节的所有内容 你不就能动作胳膊动作腿 控制一下呼吸的快慢 另外你控制下自己的情绪和思维 但是这个三条合一呢 又不仅仅是三条 如果是三条的话 体育也是三条 杭州雅艺会 来开雅艺会 比如跑百米 比如跑 跑吧 你要开始做一个起跑的姿势 比如说你或者是蹲下 踩住脚踏板 对 那这叫什么呢 调身 然后你做完这姿势之后 你得憋口气对不对 然后这叫调息 憋完气之后呢 你得听这个 枪声 发令的枪声 这是调心 这三条都在 但这个不是练中医养生功法 因为这三条是分别做的 但是中医养生功法的要求是 三条融为一体 变成一个东西 到这个练到三条合一 才算是真正进入了 中医养生功法的境界 否则你还是在做操 和体育是一样了 差别是在这儿 那说到三条合一 哪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重要呢 如果合一了以后 就没有重要和不重要的问题 它合一了 就无所谓重要不重要 但是入口是不同的 你可以从调心入 也可以从调膝入 也可以从调身入 都可以达到三条合一 那么这三个门 哪个最容易进呢 调膝最容易进 调膝最容易进 中间的这个 对 因为这个调膝 它就像是一个扁子 这一头挑着这个调身 这一头挑着这个调心 扁带 把它支起来了 所以很多养生功法 都特别注重调膝 这个很重要 调身看得见 摸得着 调膝呢完全看不见 调膝呢看不见 但是可以体会到 调膝既然这么特殊 那么请问 呼吸有几个动作 哪个动作最重要 吸呼 那三个动作还一停 得先吸 吸得多一点 完了屏住呼吸 再呼出去 阿姨那您说说 这三个动作 哪一个您觉得比较重要 吸 吸是最重要的 阿姨回答 是否正确呢 这样我们看看短片 稍后请刘老师 给我们讲解 看一下大屏幕 不凡的我们啊 就私立地追出马 有你目送就不算落胆 每当我悲伤过 也被暴雨灵过 中队拿到金牌 先给我们的 了不起的运动员鼓鼓掌 这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看到我们热血沸腾 杭州安一会 杭州安一会 气不相比赛 我们来分解一下 他整个这个动作 大家想一想 首先运动员要怎样呢 深吸一口气 然后屏住呼吸 瞄准之后 用手来控板肌 然后发射 再呼气 所以我认为 刘老师也不知道说 对不对 我觉得中间那个停 就是屏气和最后的呼气 我觉得比较重要 说得非常那个准确 呼吸吧 首先从传统文化来讲 三个动作 吸 呼 呼 停 那这个停呢 可能在呼后边 也可能在吸后边 都有可能 对 都有可能 这三个哪个最重要 我觉得 就你看从哪个角度看 如果你从现在的 呼吸生理学看 吸重要 因为它关注的是物质交换 但如果从传统文化的 运动角度讲 呼重要 因为只有在呼气的时候 你才能做动作 吸气的时候 你做不了动作 比如你试试 你打一拳 你吸气 你打得出去吗 你试一下 呼才能打出去 对 但是呢 呼和摒气比呢 摒气也许比呼更重要 因为你最精细的动作 和最沉重的动作 一定是在闭气时完成的 比如说你在家 做针线活 穿针的时候 是不是你那摒气 才能穿得进去 对 吸穿不进去 呼也穿不进去 一定是秉吸的时候 那么关键说 那个气不相比赛的时候 运动员必须在 屏住呼吸的 0.25秒之内 扣动关机 如果超出这个时间 手就颤了 一定打不到 一定打不到 所以呼吸和动作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对 它直接决定着你 精细纵多的质量 是 传统养生功法的 这个角度讲 呼气和摒气更重要 比吸气重要 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 这个词 我们说的是呼吸 我们没有说吸呼 为什么 对 强调呼的重要 呼为阳 吸为一 那既然调吸这么重要 你也要好好地教教我们 怎么调吸 通过什么动作 我们可以去练 就是调吸 如果在中医养生功法里边 它是和动作配合的 基本上你可以这么理解 凡是向外的动作 都是呼气完成 对 向内的动作 都是吸气完成的 因为向外你要发力 向内你是不发力的 您教教我的呀 大家谁练过八段锦的 这个双手托间里三交 谁会这个动作 你看这么多人 请一位 那请一位 请一位 好 这应该是一位姐姐了 这好年轻啊 来掌声欢迎一下 八段锦是以调身为主的导引术 有八节主要动作 其中双手托天里三交 是八段锦的第一节 很多人练八段锦的时候 都忽视了她的调吸要领 八段锦配合调吸 保健效果才会更好 您贵姓啊 今年多大岁说 我姓刘 今年60岁了 好年轻啊 刘阿姨 那您之前练八段锦 是练过 为啥练呢 我们小区天天早上 他们就在楼下 小区练 我就在后边跟着他们练 就跟着这个街坊邻居练 对 练完之后您觉得怎么样 对身体 很舒服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 跟刘老学习 学习如何调息 行不行 行 刘老 好 您给指点指点 我也学一下 那请您先做一个双手图腺里三角 我看一下 好吗 来 阿姨 好 这个动作我觉得做的基本是准确的 我想问问你呼吸怎么调的 先吸气 哪个动作哪个动作是吸气 然后上的时候是推 从哪转到呼 从中间就往上就是 然后到哪就真的就使上劲了 对 对吧 就是你使劲一定是呼气的时候 对 对吧 不是吸气的时候 不是 就是你是这么吸 然后到这转成呼 对吧 呼出去 然后中间其实有个停 你吸了以后 在中间停 停了一下 然后再变成呼 对吧 对对对 这就是一种呼吸的设计 就是吸停呼 对 然后你往上的时候一定是呼 因为你要往上顶 对 发力的动作一定是呼 而积攒力量的过程一定是吸 然后这儿有一个停顿 转换一下 对 是 那这就是一种呼吸的设计 但是我想说明一下 你这个呼吸吧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设计 这是设计之一 你就这样做就可以 你也可以设计成别的 就不同的目的 可以有不同的设计 但是一定要有 那么现在我们就做这个 你看 我跟你做动作 我只是带呼吸就行了 好 来 好 你开始 我也开始 刘老 开始 好 停 好 我觉得这个是呼吸 如果精细的话是这样的 从这儿开始 吸 小停顿 呼 大停顿 到这儿 再开始 吸 小停顿 转掌 呼 大停顿 一直到这儿 这等于是 吸 停 呼 停 来 按照刚才 刘老指点 咱再来 来 我跟着您一起 一 二 三 刘老再走 吸 停 翻掌 呼 停 停 然后到这儿 吸 再过来就得 等于是四个动作完成 哎呀 然后你这样做的时候吧 你会觉得动作和呼吸 配合得非常舒服 而且有一个要点就是 不要吸满 不要呼进 吸百分之八十 呼百分之八十就行了 如果你吸满呼进 会造成过度换气 头会晕 明白 要有余地就是 所以呼吸的训练 其实是很严格 也很精细的才对 明白 您说呼和吸都不要特别 都不要特别满 百分之八十就行 对 就像刚才 这都绝对不行 不要吸满 百分之八十就行 是吧 物极必反 经过刚才 刘老师这么一指点 然后呼和吸调整之后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现在明白了 吸百分之八十 呼也是百分之八十 中间这个地方小庭 上面大庭 对 好 阿姨了解了 了解了 那如何调身 又调调心 稍后咱们再听刘老师 咱们一一地讲解一下 好不好 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 学会调息非常的重要 今天过节了 代表我们节目组 给阿姨一份奖品 好不好 谢谢 来 送奖 养生糖推荐健康产品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 祝长寿多多 祝咱们的阿姨 越吃越年秋 掌声感谢一下阿姨 谢谢 节日快乐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调身 那怎么调呢 身我就觉得不就是站着这儿吗 这个身嘛 有很多讲究古人讲吧 站如松 坐如钟 卧如宫 行如风 就是它每个姿势都是很重要的 站要像松树那样挺拔 然后你坐呢 要像中那样很稳当 卧呢要很放松 所以是弯弯曲曲像弓一样 走路呢你要很利索 行如风 这都是讲调身 那咱就说说第一个 我觉得最简单的 站 不就站如松吗 就比比直直的 很挺拔地站在这儿 我觉得这个叔叔阿姨都行都会 要不然咱们跟刘老师比是比 咱就比站好不好 咱调膝可能调得不好 但站咱可以啊 谁愿意挑战一下 我们的刘天军教授 就比站 掌声欢迎你 你看这叔叔这走的 就像一棵松树一样 这你看比直比着 站好了啊 请您跟全国的观众问候一下 拿话筒 同志们好 你看我挑的这人怎么样 这个声音如红钟一样 站得就像松树一样 你看这怎么样 站得 这笔集有几个说头 比如说吧 我举个例子 有一种情况 你必须要站得笔直 比如说有一次 我采访过那个中南海门口的卫兵 他站得非常直 后来我就在那盯着看 看了俩钟头 他就没动过 后来我就换杆了 所以我去问他 我说叔叔 那时候我小 我说您能站这么直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当兵三年不能睡枕头 所以他站得很直 这个情况下要站得笔直 但是你得舒服 你不能挺肚子不行 他稍稍有点挺肚子 明白 就是你得那个须领顶劲 脑袋得往上顶 往上走 往上顶的这个 拽一张 朝上 对 涌拳向下 形成一个对拉力 这个时候你站得直 形成的对拉力 大家知道 摆会往上顶 肯的感觉 对 脚后跟往土里插 这个时候你收腰 这个站得笔直 这个事情 卫兵得这么站 但是导演不是这个站法 导演是 理论上来说 每一个关节都微微弯曲 弯曲什么意思 弯曲 弯曲就是放松 放松就是疏通 因此他有疗效 所以导演 不要站得笔直 而要站得很自然的直 那您教教我们吧 这咱好好学习 学习 你看你比如站 从学站开始 来 比如说站 这腿 比如说我这么一来 你看我站的是直了吗 但是我两个膝盖 实际是微微弯曲的 明白 弯曲意味着什么放松 但这个弯曲的角度 非常非常之小 以基于穿着练功裤 你根本看不出来 腿是弯的 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要看到是弯的 感觉弯了就行 感觉弯就是已经放松了 所以最简单要求是 漆不能过脚尖 一过脚尖 你肯定过了 明白 就是双漆不能过足尖 然后你那个臀部是往下坐的 如坐高凳 你看你是站着 实际是坐着 你的感觉是坐一很高的凳 这有什么差别呢 如坐高凳 你站得就非常轻松 因为你是坐着 如果你是站着 你就不轻松 所以是双膝微弯 如坐高凳 站得非常非常松才对 然后上升要挺拔 头顶要往上顶 双肩必须 沉肩坠肘 一耸肩就不行了 一耸肩 你那气就上来了 它不再丹田了 你只有锤间 这个气才单天地呆住 你才能站得稳 一耸肩就没了 一定是这样了 然后这个手你可以随便放 抱球也行 怎么的都行 这样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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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最常见 你抱球一站 了解 很放松 不是鼻挺 鼻挺是不放松的 对 卫兵可以 是 练中医养生功法不行 那肚子呢 就收腹吗 肚子一定是收腹的 叔叔您这个就有点 太那个放松了 如果不收腹的话 太放松了 实际上这个气就散了 就不行了 对 还是要收一下 好 寒胸 拔背收腹 拔背收腹 那什么叫寒胸拔背呢 一个动作 你把这个下巴吧 往里收一点 就是寒胸拔背 因为你下巴一收呢 胸就挺不起来了 你不可能一边挺 下背一边收 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你这下巴一收呢 背也直了 而且百会朝天了 这就是一个最经典的 面弓的战的姿势 刘老师啊 把从头到脚 如何调身的要领 给到各位了 那我们接下来 带着大家好好的学习一下 我们就辛苦 我们都想老师 来给一些特写的镜头 我们也邀请 电视机前的观众 我们从调身开始 慢慢地做到三条合一 双脚平行与肩同宽 这与肩同宽呢 有两种同宽 一种是脚的内侧与肩同宽 一种是脚的外侧与肩同宽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 脚的外侧与肩同宽 然后呢 五指抓地 五个脚趾头轻轻地抓地 这样的涌拳是悬空的 实际上 然后脚后跟踩实 然后双膝微弯不超足间 然后呢 伸腰尘胯如坐高凳 就你要找到你感觉 虽然你站着 但是你的感觉是坐着 这样你就放松了 你是坐着不是站着 还有一个伸腰叔父 韩凶八辈 韩凶八辈就是 把这个下巴颗 稍微往下一点 往下一点 让百慧穴这 百慧朝天 往上顶 然后这个胸 你就挺不起来了 因为你下巴收了 胸是挺不起来的 就够了 不用故意做成 往下搂 不用就行了 视线呢是 两个眼睛平视前方 不要仰头也不要低头 然后要视而不见 就是目光的神不出去 只在这个地方 然后双手你可以随便放 这样也行 这样也行 找个随便姿势放 那这样一来比较舒服 这样是最舒服的 这就是一个最常见的 站桩的抱球姿势 你这样站也行 这就叫天地桩 你就站直了也行 但即使站直了 它也是每个关节都是微弯的 微弯的程度就是 感觉到弯了就行 可以肉眼看不出来 您看一下我和旁边的叔叔 您觉得我们哪做得不好 稍微这个往前一点点 对对对 好 就重心就不一样了 好嘞 然后我的眼神 您说的眼神要怎样 就看正前方 看正前方 不要高也不要低 对 好那您再看看旁边的叔叔 怎么样此时此刻 他那个还是有一点 那个肚子还得收一点 还得舒服 对 好好好 你要知道你的感觉 是你的重心吧 是在两个脚趾和脚掌的中间 脚后跟的中间 正好在这儿 在中间待住 你就站得很放松 叔叔阿姨都做得很好 你们边坐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那就是说在家里坐的时候 需不需要靠一个东西呢 还是说就这样 就是不能靠 就不能靠 对 如果一靠的话你就借力了 就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了 明白就是要悬空的 对对对 就是要这样这样的 好那每天练多少次呢 您觉得 我觉得开始你十分钟就可以 十分钟 然后你加到二十分钟就行了 好 如果你真想治疗疾病的话 比如说你有慢性病 你可能需要练三十或者四十分钟 但一般的保健 二十分钟够了 十分钟开始坐起 十到二十分钟够了 慢慢慢慢十分钟 二十分钟 注意垂肩很重要 垂肩放松 对 真的全身上下都感觉 沉肩坠肘 都已经痛烫了 叔叔 可以可以来 采访一下叔叔 到中间来 你看这回站姿就好很多了 是吧 来叔叔 您体会了一下刚才调身的整个过程 此时此刻觉得身体怎么样 呼吸有没有什么变化 刚才我一上来的时候 不是挺有点紧张 绷绷绷绷绷的呀 是也不放松 可是刘老师说的 鼻子得放松了 放松了呢 对于你这个 你在练功夫的才能融入进去 不放松 你要是紧紧蒙蒙的 根本是 它达到不得那种效果 给我最大的体验 就是还放松比较好 是 比较轻松还 刘老师说了 每天天多少次 从多长时间开始 十分钟 能做到吗 能做到 来 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 也给叔叔送个奖品 怎么样 刘老师 叔叔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鲁花5S压炸花生油 去除黄驱煤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祝叔叔全家健康幸福 节日快乐 谢谢 我给您加深难度 带着这种调身的感觉 能不能走到我们观众席 好不好 好 走 感谢一下叔叔 我们讲好了 调息 还有调身 那到底怎么调身 以及如何做到三条合一呢 稍后请刘老师给我们一定要讲清楚 那我想先问一下刘老一个问题 现在不是入秋了吗 入秋的时候 我们要练习什么样的导引术呢 秋天嘛 大家都知道要补肺气 但是实际上还应该养什么养皮土 为什么土生筋 所以应该是养肺和养皮 所以不会有个说法 贴球标你知道吗 对 就是有皮养肺实际上 首先我们来谈谈怎么保养肺气 好 讲的这个肺气的中医的养生功法 就是五行掌的某一节 五行掌 其实就是一开场的时候 叔叔阿姨练的那个 大家练的那个五行掌 相传是从这个五台山传来的功法 它的主功拥有五节 就是肝心脾肺肺肾各有一节 然后肝就是推法 心就是踏法 然后脾是匀法 肺是捏法 肾是摸法 我们今天的重点来讲一下 这个捏法肺怎么练 好 那五行掌 五行掌这个词 叔叔阿姨第一次听过的 举个手 你看大家伙都是第一次听说 都是第一次听的 但是像这个五琴系 包括八段节 这个叔叔阿姨都比较了解 他们之间有什么意图呢 五行掌和他们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八段节 它基本是八个症状 五行掌是把阴阳五行的 整个中医的理论体系 在落实在动作呼吸和调心过程中 所以它比那些功法要更完整 更有系统 而且可以进行辩证施工 所以我在北京中医大学 教了三十年 主要就教这个功法 主要是跟阴阳五行是相关的 对 阴阳五行 它和中医理论是非常贴切 而且是把阴阳五行 落实在身上 这个掌嘛 要说是阳中之阳 为什么阳中之阳 因为上身鼠阳 手掌又是这个上身最核心的动作部位 而且五行掌它有个什么问题呢 阳中之阳 五行掌的动作都是从手掌开始的 所以它叫五行掌 刘天钧 刘老 研究中医导引术50余年 他最推崇的导引术就是五行掌 因为五行掌最能体现中医治病的精髓 阴阳五行 五行掌中五行是理论基础 掌则提示阴阳学说 五行掌它是五节 你平常练有时候吧 你应该练整套的功法 其实十分钟就可以练完 但今天的时间呢 教全部的是教不过来的 你们以后有机会 可以学一个整套的五行掌 那么这个今天讲的是这个捏法 就主要是肺这一节 推荐的这个捏法 有什么样的功效 以及对应什么样的症状呢 五行掌的捏法 大家看这个功效就是 宣畅肺气 降气除痰 失忆症状 项背强痛 咳嗽 咽咬 咽痛 口干气腻 哮喘 痰多 胸闷 胀痛 呼吸 气促等症状 有这些症状都可以练 都可以练 刘老 现在不是入秋了吗 很多肺部的问题 也困扰着大家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 正好也请教您 这个新闻的标题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全国各地 普遍发生了咽喉眼 嗓子干 喉咙痛 还有咳嗽不断的人 是越来越多了 那叔叔阿姨 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吧 那如果这些个症状出现的话 咱就练五行掌的捏法 您觉得能不能奏效有用吗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就是说呢 我有一次到广州中亚大学 去教这个五行掌 教完了以后呢 一个大学生 马上送我到去机场 然后他应该是个湖南的学生 然后他一路就咳嗽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老咳嗽 他说我从湖南到广州吧 就不适应这儿气候 已经咳了好多年 他说老好不了 他说老师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说你练了五行掌第四节就行 练五行掌第四节 然后呢 然后他在车里就跟我练 练了以后 马上这咳嗽就可以减弱很多 马上减弱很多 后来我说你回去接着练就行了 然后你要练长时间能够把你这个咳嗽 解除掉 这是一个案例 还有也是我治疗的案例 这是肺癌的病人 肺癌病人他咳嗽很厉害 一天到晚咳嗽非常的痛苦 他已经起回来床了 在床上 我说那我教你练五行掌第四节 你就在床上比划就行 不起来也行 这个病人并没有救过来 后来还是去世了 但是咳嗽这个症状 一练五行掌 第四节就可以停止 这太好了 停止下来以后 还可以再延续各把小时 再接着咳 它只要一咳就练 一练就不咳 太好了 这虽然癌症没救过来 但这个症状是被缓解掉了 所以这个疗效是很明显 叔叔阿姨咱们学一下 是吧 喉咙干 喉咙不舒服的 这也不用花钱 只要把这动作学会了 咱还可以帮助家里人 今儿听说也有学生到现场 也是跟您之前练过 而且还是很年轻的朋友 90后是吧 掌声欢迎我们的爱徒们上场 这也太年轻了吧 天哪 这个时候刘老师好骄傲的样子 刘老师这都是您的学生啊 这太年轻 我们认识一下 来 大家国庆节快乐 我叫李盈平 今年28岁 练习五行掌有一年的时间 大家国庆节好 我叫孟燕 今年40岁 练习五行掌三年的时间 大家国庆节快乐 我叫李锐 今年24岁 练习五行掌 大概也是一年的时间 我叫方永娇 我是94年的 提炼五行掌的话 有三年的时间了 这太年轻了 好羡慕他们啊 最年轻的是这个小伙子是吧 什么样的一个机缘 认识了刘老 为什么学他 接触到刘老师 包括这个五行掌 其实是非常荣幸的 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是比较浮躁的 然后通过习练五行掌 接受刘老师的教导之后 我的这个心情 包括心态 会变得更加的平静 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练了多少时间 练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那一年原来你说急 是吧脾气有点燥 对对对非常浮躁 什么一个情况 到什么程度了 其实就类似学习的时候 就常有一些问题的困扰 导致非常急躁 就是很难进行下去 然后通过习练功法的话 会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加平静 然后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会坚持的会更好 那我再问一下旁边这个姑娘 你练完五行掌之后 身体有没有获得一些益处呢 有没有一些变化 感受非常明显的 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浮按工作 我的颈椎肩颈都是非常的紧张 然后特别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左手会比较麻 但是我练完五行掌之后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 我的整个的肩颈是打开 然后手麻的现象是消失了 就是整个的这个后背僵硬的这种 这种现象是消失 所以我觉得五行掌带给我的 是一个身体上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 你每天练多长时间呢 我三年一天都没有间断过 然后我每天都会练 有的时候会练一遍到三遍 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三年的时间 对 这都是受益者 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播者 刘老 您说过最年轻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年龄 孩子 孩子几岁啊 一般我要收孩子六岁以上 他在五行掌吧 是按照这个方位练的 比如说 咱以秋天为例吧 秋天要朝西 因为按照五行来说吧 就是西边属金属秋天 站在西方 然后练 练两边 在西南和西北方向练 来 咱们就学起来 邀请几位观众一起来感受一下 好不好 来 欢迎 我们欢迎一下现场的观众 我们都学起来 一定要朝西 好 我们方位找对了 接下来怎么练呢 我先来教大家 比如这个西是这样 先练朝西 当然五行章有个特征 就是说 站在四面 坐在八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正朝西 但是我们坐的时候 就是在西南和西北的方向做 所以你一伸腿就四十五度脚 伸向西南 然后回到这儿 再做四十五脚 再伸向西北 每个动作都是在西南方做五遍 在西北方做五遍 那么这个教学呢 我应该简单一点 我就每个动作做三遍 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下 那么首先起式是这样的 就先做一个这个动作 摆上这个动作 这是个预备性的动作 那这个捏法什么意思 五个手指它要捏在一起 捏在一起 五个手指注意啊 不是这样 这样就变成抠法了 这不是抠 捏是这五个手指理论都是直的 捏在一起 然后这个朝上 这个朝下 这是捏法 为什么要捏呢 就是肺主收 肺气是主收的 所以它要捏起来 然后第一个动作 一 重心落在一个脚上 二 转 三 交替着来 对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再做一遍 一 二 三 三 这边做完了五遍之后呢 再换一个方向 西北方向 再换到西北 也是 一 二 三 一 二 这样 这个手是这样的 这个手是这样的 后面的手永远这个手捏着朝下的 对 这是大的动作 然后我教一下细节 好 那么首先呢 调身来说就是这样 首先要捏住这个手 然后呢 迈一步这就开始了 这先摆好预备动作 然后一 是往后撤腰 坐在一条腿上 这条腿是一条腿是坐住 然后呢 二 二呢 抬脚 然后转腰 注意啊 不是手的动作 是转腰把手甩出去 是先坐住 然后转腰 由腰带手 所以手是不使劲的 一 二 三 为什么三最重要呢 这个是手太阴肺经 从绍上穴到中腹 那么从这儿捋着这手太阴肺经 走一遍 五行掌 所有的动作 都是沿着经络走的 所以这么走一遍呢 相当于把这个经络疏通一下 因此它能够调肺气 能够止咳 就走一遍 沿手太阴肺经 大摩哥的这个内角 绍双腺从这儿起 然后沿着手太阴肺经 走到这儿 这个是云门 然后这里是中腹 整个肺经捋一遍 到这儿 你看啊 二 这是一 二 三 捋一遍 然后一 二 三 捋一遍 再做一遍就是 一 二 三 捋一遍 就完了 这边就做完了 然后做完以后呢 收回这个脚 迈出这个脚 西北 这边 对 到西北 也还是 一 二 三 捋这边这个肺经 对吧 把这边这个肺经捋一下 再捋一遍 两手各捋一下 你看 一 二 三 你做长了以后 你会感应到这个手太阴肺经 那个时候效果一定会出来 一定会出来 还有一个要点是这样 你这个两个手相对的时候吧 你看是不是这个在上 这个手在下 注意不要这样啊 不是往后 手不是往后 是往下 往下 往下 是垂直的 对 垂直的 不是往后 然后这两个手 你抽着交替的时候 改换方向 交替的时候改换方向 有一个这个动作 到这儿换一个方向 明白 就是永远是前面的手朝上 后边的手朝下 明白 那么这是调身的动作 这五行掌 他没有男的动作 但是他的动作 有很精细的地方 你要注意 一个是沿着经络 一个是手指的上下的变化 碰面的时候 有一个翻转 那么这就是调身 那么调膝呢 就这样 你看这样吧 一是膝 第一个是膝的动作 第一个是膝 是往回这儿 膝 停 停 就是摒弃了 呼 对 啊 明白 膝 停 呼 为什么中间是停呢 因为膝的时候 你做完这动作之后吧 你要转腰 转腰还要甩出胳膊去 这个动作比较精细 你停着做 就会做得比较到家 如果你吸着做 呼着做做不好 所以就是吸 停 呼 朝下动作呼出去 对 然后再吸 停 呼 吸 停 呼 这是调吸 明白 然后调心呢就是 你要做这个动作 你要想象是一个 拉弓射箭的动作 那么这拉弓射箭 有什么用 第一 既然是拉弓射箭 你就要前面要平 对吧 要把这弓拉开 要直 整个胸要扩展开 而且呢 你不能这个往下 这个不行 很平着拉开这个弓 然后你会觉得 整个胸都撑开了 就比较舒服 胸非常 胸膛要展开 这个三条都讲完了 然后你要在做的时候 把这三条合成一个 我们因为是初步接触五行掌 咱们慢慢来配合一下呼吸 我们再请刘老师 带着我们全体感受一下 五行掌当中的捏法 行气 肺精 秋天 非常的适合我们练 来 全场准备 刘老师开始 就先摆好这个架势 摆好这个架势 一个拉弓射箭的架势 前边是捏 我手指向上 后边是捏 我手指向下 都是在平肩的位置上 拉开 整个身子要伸展 然后这个是准备动作 然后一 整个上身不动 下身的重心 由前腿弓 变成后腿弯 五行掌永远是 一个腿弯一个腿直 现在是后腿直 由后腿直变成前腿伸直 重心坐在这 这是一 配合的是吸气 走 然后二 转腰甩出胳膊 脚尖上起来 这是停 这是停 然后三的时候 驴手太阴肺精 呼 到这 因此是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做完 做完这三侧以后 收回来朝西 然后直接迈出右腿 在这个方向再做三遍 走 一 二 三 吸 停 呼 吸 停 呼 三遍做完 回到中间 回到西方 哎呀 有一个问题啊 哥老师 这脚尖 有这样的 有翘的 这 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脚 标准的都是这样啊 实际上这个脚吧应该擦出半部 但是因为今天这个鞋吧 我穿的脚底鞋没法擦 嗯 一般正常的应该是这样 擦出半部 对对对 不是脚尖不离地 哦 这样 然后呢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抬脚尖呢 开始你往后的时候 第一的时候脚尖是不抬的 嗯 第二的时候 转腰甩腰的时候脚尖要抬起来 嗯 然后第三脚尖再落回来 明白 是吧 一是这样脚尖不抬 对这样 要待住 二 脚尖抬 三 脚尖落 对 每天练多少次 然后练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时间的场合 对 比如说早上练好啊 中午练还是晚上练啊 有啥讲究 比如说你有点咳嗽 如果你需要用五行掌这个捏法 把它缓解掉 那么大概你要练这个动作 练十分钟左右 只练这一个动作 十分钟 十分钟左右 嗯 我们要求是练一百到三百遍 两边加起来一百到三百遍就可以 差不多是这样了 你就练这样就行 但实际上如果你练好了以后 尤其是这个手摊肺筋 你这么捋着有感觉了以后 一定起效 早上练比较好 因为晚上练吧 有的时候 有的人练了心患的一样睡眠 嗯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早上 中午 下午都可以 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哪些人不太适用有吗 那么这个主要是治疗虚症的咳嗽 因为它是个平补平泄的 如果你是实症的咳嗽 比如说你有黄痰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吃一点 化痰止咳的药 再把五行掌作为一个辅助的功法去练 那是没问题的 虚症可以 如果是虚症的就更好一点 再次把掌声送给刘教授 太开心了 谢谢大家 好了 这个养生大礼 叔叔阿姨都收到了吗 那我听说今天养生厨房 也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 咱们去期待一下 看一看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 祝长寿多多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卤花养生厨房 吃出冠军体制 国庆送健康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 中国烹饪大师 2022年冬奥会运动员 饮食主厨 夏天大厨 都能好 大家好 好 那今天跟着夏大厨 让我们都能够吃到 奥运冠军的控制菜 那今天在我面前 是摆了四种肉 有这个猪肋条 有牛肉 羊肉 还有鸡腿肉 听说这其中有两种 是运动员要少吃的 李老师您给我们先解释解释 实际上运动员来说 有些项目它是要控制体重的 但是它对肌肉的要求 还是很高的 所以它需要是增肌 降脂 没错 所以咱们这个脂肪的来源 首先蛋白质摄入要保证 这里头选什么样的肉 就非常关键了 没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 你看看 咱们知道这个猪肉的后臀肩 是吧 包括一嘎的瘦肉 但是还有厚厚的一层脂肪 它的脂肪含量能够达到 30.8% 可是有一种肉 你看它的脂肪含量 能达到59% 比这个猪肉的后臀肩 还要高 另外两种肉 其实是牛肉 羊肉 有一种含脂肪量 能达到24.4% 还有一个是只有2.5% 其实就从这上面 我们能看到脂肪含量 就能知道运动员 应该选什么肉 而要少吃哪些肉 到底是什么肉呢 我们一会儿再揭晓 我们从表格当中可以看到 在肉类脂肪排行榜 第一位的 应该是猪肉的某个部位 那我们也看到了 在这个表格的最后 还有中间呢 它们的这个脂肪含量 相差是十几倍 那么到底这个问号食材 都分别是什么呢 它们的脂肪含量 都各有多少呢 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那今天夏老师想问问 您要做个什么美食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 一个跳水的世界冠军 甜料最爱吃的酱香小排 咱们今天做这个酱香小排 其中有一个小排 我要做出这个人造小排 什么概念呢 肉香十足 连骨头都能一起咀嚼 毫无压力 另外一个呢 就是带来这个酱香 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精酱 在精酱的基础上 做一个非常洁庆的升级 绝对是味道相浓 色泽红润 值得期待 那这一道菜啊 不仅可以让我们吃出 这个冠军体质 另外呢 这是一道这个世界冠军 甜料的爱吃的菜肴 那就说明它是一个 可以帮助我们控制的好菜 首先我们选择油脂 基本上可以忽略的地方 我们把它薄切 这样的话呢 一个是肉好熟 还有一个呢 更加容易入味 那这个土豆 就是我们这种叫 肋排骨头的地方 把这个牛肉给它卷卷卷 好 这个土豆 可以做成这个仿真的骨头 没错 这样这土豆就能吃了呀 对 因为这个运动员啊 他们要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 身体的体重控制是非常重要 而且呢 它的工作 他们的训练强度特别大 尤其是到了赛前期间 对于饮食的这种调控 是极其的苛刻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尽量的 换着方式 换着花样的 给这些运动员去吃 让他们以最好的成绩 最好的状态为国争光 好了 我们做出了 满满一大盘的肉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提前已经准备好的 咱们既然过节了 那咱们吃的 也得吃一些横的 这就是牛的小排 这个地方呢 它牛脂 也相对来说少一些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带着非常漂亮的筋膜 这筋膜咀嚼起来 会非常有口感 咱们接下来上锅 煎小排 做好菜 用好油 今天我们做菜用油 是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是我们养生糖 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卤花高油酸 祝您身体健康 请李老师过门 能不能先揭晓一下 表格里面 其中两个食材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底哪两种肉 它们脂肪含量 能够差到十倍 看一下大屏幕 羊肉吃冻肉 是什么呀 它是一个整体的均值 包括瘦肉肥肉 它的脂肪含量 能够达到24.4% 实际上脂肪含量 还是很高的 而我们的牛肉 是纯瘦肉 它的脂肪含量 只有2.5% 所以刚才我们这个 自制的这种牛小排的话 你想想 那个脂肪含量 已经低到了 实际上很多健身人士 很多这些运动员 它真的是首选 是这种纯瘦的牛肉 其实并不是说 羊肉不许选了 实际上是 尽管是羊肉 它们也有肥瘦之分 它的纯瘦肉 羊肉里 它脂肪的含量 也不超过4% 也是可以选的 但是这种普通的 肥瘦肉都有的 这样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 是不适合的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控制血脂 我们要保护好心血管 所以原理是一样的 这种低脂的菜 这种高蛋白的菜 我们老年朋友 一定也是需要的 想问问夏大厨 咱们今天做的是一个 这个精酱口味 是我们平时吃的 那个精酱肉丝的那个味道吗 那是1.0版本 咱们今天过节了 在原有的酱香的基础上 咱增加了红润颜色 还有让它的酱香味道 更加的十足 这才是节菜 听起来是别具一格 没错 那咱们把这个排骨 两种排骨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咱们开始 正式的调酱 少量的红糖 咱们放到锅里边 林老师 就这个也就是两克左右 只要是它的风味 这也是我们这个烹调里的 这个美学 就是又要达到我们的目的 要让运动员减少 它的这种热量的摄入 这个加红糖 还非常的有特点 红糖呢 它是最原始的这个糖 就是慢慢地把红糖去融化 形成我们常吃的这个糖色 所以说一个是提升味道 一个是减少糖的摄入 要想酱香多放姜 少量的姜蓉 咱们放到锅里边 和这个糖一起煸炒 这个时间段 来上一小勺的甜面酱 现在就是在原有的甜面酱 基础上咱们增加了焦糖味道 我觉得现在这个锅里面的味道 非常的浓郁 非常的醇厚 酱香再来一块 就是酱豆腐汤乳 把这个酱豆腐呢 提前给它碾压醉了以后 加上里边的原汤 咱们再一起去调配这个味道 我觉得咱们今天做的这个 精酱啊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 跟平时调酱不太一样 没错 今天我们是用到了甜面酱 还用到了红糖 还用到了这个腐乳汁 非常的有特点 纯粹的原始发酵以后 得来的味道 让整个的小排 更加的风味十足 看到了锅里的汤水呢 在逐步地融合 这道菜最大特点 就是你不需要过多的调味 甜面酱的味道 红糖的味道 包括我们的这个 酱豆腐的这个味道 已经让整个的汤乳滋味十足 把我们提前带肉的 带真骨头的这个小排 放到锅里边一起焖烧 平时我们在做这种肉菜的时候 都要加各种的这个香料 还有加什么各种调味料 这个真的是很简单 但是它的风味十足 对 酱香十足的全熟带汁牛小排 就是这么出来的 再把这个做好的 酱形肉排放到锅里边 这里边的甲骨头 就是咱们这个土豆 经过了简短的尖字呢 已经达到了半熟状态 再跟锅里边这个牛小排 一起去凹煮 咕嘟炖 你是不是有没有一种发现 就是感觉这就像是 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 土豆炖牛肉 没错 那你看到了 今天就是老菜新做新吃法 就又是我们熟悉的老味道 又能够在整个材料里边 吃出满满的心意来 所有的食材 咱们在锅里边 小火焖烧六分钟 那么到底在我们这个表格当中的 排行榜的第一名 它的这个脂肪含量非常的高 到底是什么呢 李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 我们真的要赶紧揭晓 如果说真有血脂的问题 或者真是想什么呀 增肌 然后是降脂的话 那这些肉还是少选一点 就是猪肋条肉 实际上再说白了吧 就是五花肉 最早我们那个五花肉 没有那么多的好几层 对吧 最早的五花肉 就像这种59%的脂肪含量的 你看到的都是什么呀 脂肪 只是有那么浅浅的底条 是红色的 所以这种肉 它的脂肪含量这么高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 有血脂高的 肯定是要什么限制摄入的 比如说还有呢 像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人 这些肉我们也要限制摄入 那在这儿呢 我们三位呢 要祝电视机前的各位 国庆节玩得开心 吃得舒心 睡得安心 祝大家节日快乐 好 好 好